各位朋友,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 有粉丝给我爆料,浩哥,太令我震惊了 中国的网友披露了美国有组织的灭绝中国人的一个计划 太让我感到触目惊心了 美国这是狼子野心,亡我中华民族之心不死 浩哥,你一定给我们说说,你一定要升头 怎么回事,我给大伙先看看,给我发来的这段材料 各位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斯诺登日前向不明身份的记者透露 中国是美国目前最强大的对手 为了消灭中国人,美国早在30年前就已经制定了一个秘密战略计划 既然和中国硬拼无法战胜中国 那就用软实力战胜中国 第一步计划是在中国人的食品中添加各种化学添加剂 由在中国的美国捐养的代理人执行这一任务 目前中国各种食品中添加剂已经泛滥成灾 已经成了世界上滥用添加剂最多的国家 食品添加剂可以严重损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 让中国的医院人满为患 让中国再一次成为东亚病夫 第二步计划 让再次成为 那位说美国太坏了 这个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各位 反正是我们先看看美国现实的情况吧 美国现实的情况是 美国批准的食品添加剂将近3000种 而中国批准的食品添加剂大概只有1100种 美国比中国要多两倍多 而且美国的网络上也充斥着 这样的民众的呼声 说现在的小女孩八九岁就开始来月经了 而且 美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啊 批准的范围还特别宽 你想想它将近3000种添加剂 欧盟也只批准了1500多种 所以在欧盟在国外 食品和美国的同样的食品 里边的添加剂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民众也发现这一点了 就是言下之意 美国的食品才是添加剂最多的地方 这倒是真的啊 各位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 都是超市里边呈盒的成平的那种 工业化流水线那种半成品和成品 而中国人的食物呢 一般的新鲜的比美国要占的太多太多了 去菜市场上买个菜买个鸡啊 回来是吧 那就完全都没有什么工业化的添加剂的 而美国不一样 买回来的都是半成品 那里边满是食品添加剂 所以在这方面 是吧 是中国的两倍 而且美国的添加剂使用量呢 低于2% 通常还不需要标注 所以这个呢 咱们实话实说啊 实话实说 美国这边的食品添加剂 比中国要多的多 危害要大的多 你看了吗 美国有人在揭露 说这个 前美国的一个食品的资深专家爆料 美国食品加工行业与西医产业之间相互勾结 利用 利用特殊的什么转基因食品啊 化学添加剂啊 诱导大量的疾病 包括癌症 白血症 结石 糖尿病 慢性 病啊 经过漫长的培育 给医药产业创造源源不断的消费者 美国的食品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布局 加工食品已经成为人们的必需品 完全超越了人们对天然食品的需求 美国的食品加工行业和医疗行业之间暗中勾结啊 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阳谋了是给这个医药行业提供客户啊 食品是毒害民众给医疗行业提供病例啊 当然了 这个呢 也是美国的阴谋论的范畴了啊 这阴谋论的范畴了 不过呢 从侧面可以说明 这一点上食品添加剂这方面 美国比中国要多的多 而且呢 美国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各位啊 你们发现了没有啊 你身边的这些西人 对吧 无论是白的黑的啊 或者说是那些ABC 他们的过敏 比这个我们在祖国土生土长的华人 要多的多的多的多 你没听说过咱们的这个华人呢 就是说在祖国的这些同胞们啊 对这个过敏对那个过敏的嘛 而你身边的这些西人白人啊 黑人啊什么墨西哥老墨啊 他们对东西过敏的太多了啊 什么豆子花生啊 说这个什么乳糖不耐牛奶 哇这这过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而且有的特别厉害啊 吃点含花生的那玩意儿 他就能进急诊室 那就差点就没了 是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有的从国内移民过来的二代 也是过敏症状陡增 为什么呢 有人就说 那是因为美国的这些食品里的添加剂 还有什么普遍应用的除草剂 Did you know that a recent study was released stating that Roundup Monsanto Roundup the cancer causing weed killer was found in 80% of people's ur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a study 孟山都生产的所谓的除草剂 有的美国网友是这么认为的 说这就是造成我们身体过敏的原因之一 80%的美国人的尿液中都能检查出来这种除草剂 好吧 那个我们再看看灭绝中国人计划的第二项 中国的美国捐养的代言人 大力推广美国的转基因粮食 让中国人通过吃转基因 逐渐丧失生育能力 或者容易导致身体上的各种毛病 如智力低下 容易患各种疾病等许多不正常现象 进而达到让中国人口逐渐萎缩 越来越少的目的 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少 对美国是越来越有利 第三步计划 让安插在中国政府内部掌握了权力的美国间谍分子 制造各种损害广大人口 这第二个毒计就是转基因 好吧 转基因这个事情呢 是比较有争议啊 美国呢 是转基因的大国 相比中国来讲 美国的食品里边 转基因的成分 根本就不需要标注 这个事情不是崔永元还跑到美国来做了一期调查吧 回去以后就被方舟子给打倒了 对吧 确实是美国才是转基因的大国和源头国 那至于说这个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没有害呢 反正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这个实践和临床的这种实验 只要那里边别含有那种有害的故意转进去的那种基因 对人的这个健康现在没有观察到 说是这个明显的损害 但是中国的转基因食品要比美国要少得多 这一点上是客观现实 就是说美国人对自己在转基因和食品添加剂这方面更狠 所以用这个来灭绝中国人 这显然这不是真相 有人说16亿发到你手里边又到位了 既然叫真相台 对吧 我们必须得说事实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对自己更狠 这点上是更狠 各位 不是这是西瓜里转进了橡胶的基因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这点上啊 美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全世界第一多的 第一多的 不过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好像也不错 中国现在呢 虽然很多人抱怨啊 很多的这个海外的这帮反贼啊 这帮精神病啊 对吧 说中国早上起来 什么这个三聚清安的牛奶啊 什么这个苏丹红的鸡蛋啊 是吧 但是别管他们怎么抹黑 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 那是现实跟那摆着的 人民群众利益的引起官民对立的事件 例如深夜发动几十万警力 清查没收老百姓的电动车 以及对普通弱势群众本来算不上的案子 会让法官找理由重判重罚 故意制造错假冤案 进而达到分化瓦解中国人的凝聚力 破坏政府与群众间的关系 逐渐使中国走向内乱的目的 这一条没错 16亿美元啊 要造谣中国 摇翻中国 这一条没错 但是前两条不对啊 什么转精英啊 食品添加剂啊 美国人对自己更狠 中国人的寿命 那现在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了 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新中国用了75年的时间 实现了保证人民健康的历史性跨越 从1949年的35岁 到2023年的78.6岁 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倍有余 从以治病为中心 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一个14亿多人 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 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今天的追梦75载 我们一起来见证 新中国创造的健康奇迹 这里是14亿人 寿命达到了世界上 数一数二的水平 谁敢说中国政府的执政 像海外的这帮精神病摇棍似的 造的摇的那样啊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身为中国人应该感到由衷的自豪 各位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